我想 部長 剛剛講到棄保潛逃罪 你說108年送過來 那到行政院有沒有送到立法院 還沒有 108 現在是113 所以行政院是不想提是嗎 沒有 已經很密集的開會 開了五年都還不知道 十多次來審議 五年咧 開了五年的會 棄保潛逃 法務部很認真 行政院不提就對了 是嗎 現在今天的結論是這句話 不是 我們說該做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 所以民眾黨團已經幫你提了 謝謝 這個會期 我想司法法治委員會這邊 各個黨團應該都支持 所以這個會期 你們會不會像行政院一樣 繼續帶舵到五年後再來審 還是以你的立場你會願意 委員會這邊如果排審的話 當然我們會樂意的來 你們會配合來說明 那行政院為什麼沒有送出來 沒有公司 他要徵詢各方的意見嘛 在考量 所以徵詢各方的意見就發生 剛剛講的出國榮 重點在於我想我們都念法律喔 因為棄保潛逃沒有 因為這樣而接受到進一步的處罰 所以大家都棄保潛逃 第二個他回來執行之後 他也不會因為這樣子減少他在假釋門檻 或者是他接下去的刑罰執行 對吧 所以無所謂啊 跑了損失點錢再抓回來還是一樣 日子一樣過 部長啊 這叫做司法公信力 這個的損失 不是一兩個潛逃的人可以扳回來的 你同意嗎 我同意啊 是 所以我們要加強的方式 棄保潛逃罪在立法院我們提出來 我也希望法務部這邊的態度是正面的 然後我們在委會審查的時候 也應該如果沒有爭議的話 這個應該是很快 所以我也想知道說行政院為什麼阻礙的原因 是不是也可以給我一個 你們開了七八次會的相關的會議記錄 我們來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嗎 我們內部的討論會議當然 對啊 就是為什麼問題出在哪裡 原因違和 什麼樣的狀況下 對於棄保潛逃有 五年都沒有辦法有進展 這是請你給我一個回報說明 這我沒辦法替 沒關係 我要知道你們開了幾次會 給我大試劑就好了 好吧 你們做了哪些事 我要知道的是過程 好接下來 剛剛很多的委員在提的打炸 台灣已經成為詐騙之早 我相信 這次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難堪的 然後打炸 剛剛部長講了很多 我們要增加人力 我們要給他很多的設備 或者是給他很多的配置 但是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前面的事情不處理 你家再多人也沒什麼用對吧 如果前面的金流前面的這些防炸的過程 做得更多更好一些 你就不用這麼累吧 我同意 就是要全面性的來防堵 好部長 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電信詐欺或者投資詐騙 其實很多的部分它已經有新興的手段 其中一部分的手段是以前大部分都會用銀行 那現在已經用到所謂的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的交易來做詐騙的金流 對吧 目前案子多不多 是有發現這樣的案例 所以虛擬貨幣在台灣有一些相關的 算是有經過我們相關金管會這邊管理的業者 他們其實一直希望建立一個所謂的反炸平台 因為他們跟銀行一樣 他們有賬戶 他們有異常交易 他們也想通報 可是部長 你知道他們現在跟刑事局跟調查局 其實都有很好的合作 但是 他們叫VASP就是虛擬資產平台 他們跟警政署有一支API 跟調查局有另外一支API 跟銀行之間可以通報 但是沒有認識的公投管道 165平台警察局的派出所 會跟VASP的業者通報 但是 他們現在的方式是用傳真機 傳真機 我們好像很久已經沒有用到傳真機了 部長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詐欺犯能不能抓到是一個狀況 其實民眾更關心的是 我被詐騙的金額能不能要回來 抓到他 然後他兩手一攤一毛錢也沒有 強制執行也不可能有錢 錢抓不回來 這個詐騙 就算抓到了那些車手 就算抓到了人頭帳戶 還是沒有意義 你同意吧 我同意啊 我們盡力的來追回這些責款 所以我要說的是 這個虛擬資產平台 他們其實很想建立一個 跟警方、檢方、調查局 甚至派出所溝通的平台 但目前為止他們都要一對一的去做聯絡 昨天我有跟蘇發部長、唐鳳部長討論 其實政府是不是可以來協助成立這樣的一個通報平台 因為我剛剛講 這個聯防平台包括165 我們現在可能也有跟它有連線 但是一樣要一對一 而且要透過傳真機 這個時代還用傳真機的單位不多啦 如果有相關的溝通平台的話 可能可以加速所謂的通報 加速所謂虛擬資產業者 他們凍結這個異常賬戶 如果我們能夠把錢凍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錢要回來 如果我們的速度比詐騙極端慢 所以錢就永遠要不回來 部長 我現在只有要求說 如果可能的話 請你們跟蘇發部 請他協助 昨天唐鳳部長說 他也希望能夠協助建立這個平台 那建立這個平台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維護的問題 第二個 將來人力的配置要怎麼樣去管制 所以我認為法務部在這上面 如果我們一直在後端 增加檢察官的人力 增加這些相關的後端的處理 不如協助他們在前端 包括調查局 刑事局 這些單位他們跟這個虛擬資產平台 先做一個通報機制 銀行現在應該有 但是銀行 通報完了 還是到我們的165這邊 它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路徑 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再去凍結的時候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部長 對於這個部分的 是不是可以請你跟蘇發部來合作 研議一下 這些業者也願意來配合 怎麼樣把錢能夠及早凍結 我想才是打炸 讓詐騙集團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得逞 你後端才不會有這麼多的案件 這次我覺得源頭管理比較重要 部長可不可以跟蘇發部來研究一下 其實唐鋒部長滿願意做這件事 而且業者也非常想要做 但是現在他們還是只能一對一 我對立檢署 我對警示局 我對派出所 這三個東西他們想做 但是可能需要公部門的協助 部長 謝謝委員的建議 我們很樂意跟蘇發部 甚至內政部大家一起來 內政部所屬的行事引發局 還有我們法務部的調查局 甚至金管會也可以拉進來 這個是為人民好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積極的來 因為現在的平台 目前為止都是他們個別在處理 另外就是虛擬資產業者在台灣 目前是登記有25家合法 但是有更多的是在境外 他們在台灣沒有相關的工具 但是他們也非常願意協助 這個部分應該是說 我們把這些有實際 國人在使用的虛擬資產平台 然後發生過詐騙的案件 我們希望都能夠納進來 讓這個平台它有一個通報的機制 能夠及早凍結 這個轉出 我們才有辦法幫被害人 要回他被詐騙的金額 否則永遠只抓到車手 只抓到人頭帳戶 只抓到這些人沒有辦法 嚇阻 詐騙集團的繼續長絕 所以部長拜託 我希望這個狀況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月左右 給我一個初步的 你們可以怎麼樣去協助 這兩三個部會 大家一起討論一件事情 是 這我們應該做的 我們會很快的來跟 好 請你一個月內給我一個 初步的規劃跟回報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謝一鳳委員